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经常吸引不同的鸟类在这里栖息 故事要从2012年的夏天说起 8月的苏拉台风将一个斑纹鸟的家 从数公尺高的巷峰树上扫落 经过了一夜狂风奏雨 在雨过天晴后出现了一次生命的奇迹 今天就是台风天嘛 然后我就是从那边开始巡视过来 走近看然后发现是一个很漂亮的鸟巢 然后它长得像花瓶一样 然后我就回往里面看 然后也有咬一咬 听声音没有 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去别的地方巡视 我就赶快把它带到活动中心里面 其实开始的时候啊 宽大它们这几只鸟叫大吉祥这几只鸟 它从树上掉下来 因为鸟巢里面就没有妈妈嘛 是不是 让我们看到它是 开始我们看到它们是 这几只鸟的嘴巴是张开来的 要吃东西的 那我们就正好我们的生大的学生来到这里来实习 我们就说那你们照顾吧 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保温箱啊 我们就用电灯来照顾它们 我们从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它会说法 纯粹只是一个心就是说 要把这只鸟照顾好 然后呢照顾好后就放飞 在义工与法师们用心的爱护下 斑纹鸟们平安长大 然而有一天 常操法师却发现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一句句清亮的阿弥陀佛 居然从一只名叫宽大的斑纹鸟口中碾出 宽大就飞到我的肩膀上 那时候也不以为意啊 宽大它就会在领子上这样走来走去啊 后来它就停在我的肩膀旁边的时候 我就听到很刮躁的声音 就是鸟很像在讲话那个声音 就一直讲话一直讲话一直讲话 我就仔细一听 就发现它在那个 那个吵杂的声音当中有夹杂 欧弥陀佛 我就想说我大概想太多了 然后我就仔细听 然后听听听 就发现对啊真的在讲欧弥陀佛 然后那时候刚开始是不是很清楚 咬字都不是很清楚 后来我就跟 就很高兴啊 就跟常遍法师讲 我就说他会念欧弥陀佛 可是大家都就是 就觉得怎么可能啊 欧弥陀佛 为他祝福 在这样环境与佛法的熏悉下 他也念起了欧弥陀佛为人祝福 鸟和人之间竟然产生了有声的交流 如此触动心弦的故事 让许多来到宝云别院的人 除了惊喜还有更深的感动 民众相信 宽大是来献身说法的 同时也为激励自己学习佛法 有更大的信心 第一次听闻宽大念佛的声音 在场的人莫不为他气息的发音感到惊喜万分 只要仔细听 会发现宽大念佛的声音有着明显的异扬顿挫 有时也会用不同的节拍和音调念佛 而宽大会清楚接续的念佛这件故事 传导了野鸟学会的达人耳中 他们也纷纷表示感到不可思议 可是就我们的理解范围 他就是 也不是说不会 就是几乎不会 几乎不会模仿其他的声音 他们都是只花自己的声音 这一支宽大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而且他发音那个音准非常的高 我也不晓得到底是为什么 平常的斑纹鸟大概都是很细柔的声音 那很少会学别的鸟叫 那会大概常常听到法师念佛音的 他会学的这样实在很神奇 这很难解释它的发生结构 跟人的发生结构差很多 但是居然能学成这个样子 真的太奇怪了 不过从记录宽大的生活影片中 其实可以发现 宽大每天时时刻刻 都在把握机会念佛 就像一个哑哑学语的小婴儿 从每个人慈悲的回应 与智慧的引导中 宽大努力超越自身的极限 透过勤勉不断的发生练习 创造了一个令人赞叹的奇迹 现在宽大除了和另外两只斑纹鸟 宽吉、宽祥 一起在宝园别院中自在的翱翔 偶尔也会跟随法师的脚步参与活动 一同念佛共修 共修中宽大的念佛声 每每总会撼动在常的信众 宽大的故事告诉我们 众生皆有佛性 我们应该要更爱护动物 珍惜生命 就是说很有蒜羹 但是他会念佛 我们在经典里面就在讲 那是他有种过这个种子 而且根还蛮深的 再加上这个环境 所以呢 他自然而然的 他就念奥密托佛了 宽大会念佛 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惊喜 给我们更大的信心 就是要种善的种子 善的种子要发芽 一定要在好的环境 要有善知识 这样子才能够把这个种子显现出来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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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